好,我们来看第一集计算题 432乘以175 三位数乘以三位数 来,5、2得10进1 5、3、15 15加1 16,写6进1 5、4、20 20加1 21 7、2、14 要对齐7哦 7、2、14 写4进1 7、3、21 21加1、22 写2进2 7、4、28 28加2 等于30 好,换这个1 1、2得2 要对齐1 1、3得3 1、3、14 1、4得4 好,0发下来 6加4 10进1 2加2加1 5 5再加刚刚的进1 6 3加0加2 5 4加3 7 5 payments 2加5 和7 3加5 9 1加5 6 8 ä5 7 6 8 98,72,72加4,76 41,得4,对齐4 45,20,写0进2 49,36,36加2,38 21,得2 25,得10,写0进1 29,18,18加1,19 这个都要对齐哦 好,8放下来 4加0,等于4 6加0,加2,8 8加7,加0,15,进1 好,1加9,等于10 10加3,等于13,进1 1加1,2 所以是235,848 好,接下来看应用问题 印表机,每小时可印480张 工厂连续印115个小时 共可列印几张 好,每小时就是每一小时480张 好,第二个小时又480张 第三个小时又480张 所以是480加480 一共加115个 480 所以有115个480 所以我们480要写在被乘数这里 这不要弄错哦 等于多少呢 好,我们来乘480 乘以115 550,得0 58,40,写0进4 54,20,20加4,24 好,1乘以任何数就是任何数 115,10得0,18得8,14得4 好,这个1也是10得0 18得8,14得4 好,0翻下来 0 4加8 12,进1 进1 这里 8加4,12 12加2 14 14 14加1 15 15 15进1 1加4 5 所以是5万5200张 所以答 5万52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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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这一题 一台吹风机 重756公克 209台吹风机共重几克 那是不是有209个756要加在一起 好,所以是这个756总共有209个756相加 956 209 906 54 写四 进5 95 45 50 所以写0 一样进5 97 63 63 加5 等于68 然后这个0 我们就直接放下来 因为0乘以任何数就是0 所以0放下来 换2乘 2去乘是不是要对齐2 那这边就没有数字 我们就直接写这里 不用写在第三行这里 26 12 进1 25 得10 10加1 11 写1 进1 27 14 14加1 15 15 0 8加2 10 进1 1加1 2 2加6 8 5 1 所以15 8 0 0 4 我们看这个乘数是三位 他写两排而已 这个乘数也是三位 他写三排 因为中间这个0 的关系 0乘以任何数就是一个0 我们就写在这边 那2去乘 要对齐2 要对齐2 可是这里已经 确定没有要写任何数字了 我们就直接写在第二排这边 所以 答 158004 功课 G就是功课 你可以写国字功课 也可以写G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页 好 我们看 这里呢 我们看尾数 末位 2个0 2个0 就先摆这边 然后这边末位没有0 这一个被乘数和乘数总共末位2个0 然后2 6 12 就直接这样写 好 这里末位1个0 这里末位2个0 所以总共是3个0 然后2 6 12 好 这末位总共4个0 2 6 12 好 末位几个0 总共2个 然后4 5 5 20 这里末位总共是3个0 然后4 5 再20 然后这末位总共是4个0 4 5 20 很简单哦 好 我们来看应用问题 一张编织已卖3600元 木工厂去年卖300张共卖得几元 好 那一张是3600元 好 再卖第二张是不是又加3600元 卖第三张又再加3600元 那是不是有300个3600元 所以我们3600要写在被乘数这里 好 有300个3600元 好 好 这个0放下来 就好了 好 因为0乘以3600 就是40 这个0放下来 好 接着3 30 得0 30 得0 36 18 写8进1 339 9加1 10 所以是多少呢 108万元 对不对 好 108万 打108万元 好 看这一题 一瓶饮料有480毫升 工厂生产了500瓶饮料共是几毫升 好 那 很简单 好 一支是一瓶 那我们总共有500瓶 就是有500个480 好 480 乘以500 好 0 放下来 0 放下来 开始5来成了 5 0 得0 5 8 40 写0进4 5 4 20 20加4 24 所以是24万 毫升 好 打 24 万 毫升 1 2 1 1 2 1 2